召唤师峡谷的最强上单秀 如果有100个人围攻上路 那么他们就有一千种方法化险为夷 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评委导师 召唤师峡谷最强跑男 J-Boy LPL第一追查王 召唤师峡谷最快的男人 另一位 呃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 LPL第一美男 在下三关要后 请多指教 怎么回事 会说只我一位男吗 这个人怎么跟我这么像 跟你像 我可是最强上单选手 上挂腰后 还最强上单选手 与我J-Boy是七处的吗 不信你试试 所以大家有刮手估计 古风美男 不是要证明自己 输前输热 一看便知 别跟我耍水皮子 不是最强上单吗 赶快比一比吗 你以为我怕你 瞧好了 比你这种没看过市面的人看看 什么时候节省和操作 请开启的表演 一战金髓质疑 先看红无敌 显巨万马 新定神闲 这个超级的 这个操作很不错呀 面对三年报价 丝毫不乱 此来大战之风 这个操作有亏吗 你就是跑吗 这位小五号不要跑快的吗 哦 你跑的比都一比还快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操作比七十分 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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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血独夫 战三人 半江瑟瑟 半江红 五有香雨领兵以小声多 此人仅凭五十铲水以一敌三 比知俗霸王 你不遑多样啊 这种装备压制 换你杀多了三杀的好吗 五十铲状态下 我可不会像 忽然沙强河里一样 还记得当人的是血鬼吗 不那是战术 战术的懂吗 费也费也 别把所有人 想得河里一样傻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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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紧去看下一个 刀妹萨踏 竹云起 雾沙逍遥 欲风行 你跑 你再跑 刀腿的武山 你也想跑 孙子约 冰贵胜 不贵酒 刀妹姐一波超多 看似谁意 实则细节 颇多呀 姐满身跟阿尼 早都不盖醉了 这样不是跟我当时一样的吗 哟 宋太利不是很自信吗 再醉一个给我看看 去去去 有几个月面的茶水 还会冷定下来的 嗯 我揍了 周琳 你我杀啊 杀一个 默然回首 猴子却在团战阑珊处 搭前一样的 你掀起 波良 抛弃了我 故为兵之事 在于身上敌之意 兵敌一向千里下降 说人话 题目最精髓的地方 就在于另外一个分身 这反应不亚于理我呀 说就说 别拉上我 搞得我俩很熟一样 好操作 但总感觉还小了些什么 那就来看看最后一个操作吧 出生牛犊不怕虎 AG猛龙出海 好取武杀 好强啊 这是我见过最强的 这个人好像很眼熟啊 这个这个 满分操作好吧 你看这个情侣聊天操作 你看看 真厉害 这不就这里吗 无厚道啊兄台 你敢说这个操作不强 强强强 是在下数了 那么敢问松台当时哪杀五杀时 是有什么感想呢 当时我上去了我的队友 我的教练 好那些支持我的观众 要不是有他们 停 新人三单哪个五杀 激动激动也很正常吗 没在意 没在意 这个操作旁边低 没有毛病吧 老铁 胜合我意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铁来着 那么本期 开始你的表演 最强上单的获得者是 龙血舞鸡 喜马娜 感谢评围导师 A.G 我们下期再见